歡迎收看 喝法國酒不得不提我們今天的主角 沒錯,暴爾江 來自布爾江的酒 對 但布爾江的毒法 跟法國的毒法應該不同吧 對,薄乾… 在這區的酒,為何會這麼貴 其實貴是有原因的 因為布爾江的酒有提到斜花 提到風土 到底泥土是甚麼 方向是怎樣 太陽升和下降時對著甚麼 也很有研究 而且他們的分別跟薄刀很不同 薄刀會分為一級裝 一級裝、二級裝、三級裝 但布爾江不同 布爾江分為一級裝、一級裝 也有Village和一級裝 但大家平時說得很貴、這麼貴 當然是布爾江 因為布爾江只佔1.4% 對,即是1% 你想想,這麼少產量 當然是珍貴 我想知道有哪種葡萄 很適合做的,既然這麼少產量 如果說布爾江這個地方 最出色和大家最為人知 白酒方面是Chardonnay 紅酒方面是Pinat Noir 因為氣候、冷氣氣 和泥土土樣 適合釀造這兩種,很出色 而且可以擺放幾十年的漂亮 它的土樣這麼特別 好像以地理、歷史上 它以前不是陸地吧 對…很久以前是海 最後因為地質不是容易 然後變化了出陸地 所以土樣特別多礦物味 而且有很多氧化 化石 對,而且它們也有分… 例如北邊的布爾金地 我們稱為Chablis區 那裡的Chardonnay出產 那種味道飲出來 跟其他有名為Chardonnay的 我們稱為Code de Bonne 的地方也不同 有不同的 例如北部的酒 它比較能喝到它的清淡酒 你覺得那種酒是單向的 但又有清淡酒的喝法 但其他部分的Code de Bonne 很有名為不同區的白酒 它可能會跟著鐵花和酒莊 又有不同的風格 我們今天試一瓶 Premiere Crew Premiere Crew其實很少產量 只有10%多 我們今天試這個 屬於Mersault區 Mersault其實也很出色 釀造Chardonnay的酒區 特色上是… 你喝到的濃度有之餘 它整體上會覺得它較酸酸 有多些柑橘的味道 另外,我們當然會試一瓶Grancou 對 今天我們會試這瓶Grancou 其實它很特別 因為它是Coc Thong Coc Thong原本在Code de Bonne 是比較有名為白酒 但Code de Bonne裡是Code de Bonne 就是這瓶Grancou的區域 專門用Code de Bonne Code de Bonne 是做紅酒而已 我覺得今天難得找到 這麼珍貴、這麼好的酒 我覺得也應該來招呼我們的嘉賓 為甚麼這個嘉賓 其實他的名字在我們節目中 已經出現過 是嗎 我覺得他是一個苦主 苦主? 苦主很可憐 我聽說他的經歷是非常淒慘的 對,而且最近我經常看《強尼》 也是看《全民造星》 除了看囝囝音,也看了《全民造星》 我覺得歌手也是一個歌唱比賽出身 由你來接他就最適合不過 對,希望他的陰影 即在家中發生的陰影已經沒有了 我看看他能否可以 對,請幫我把他踢出來 我覺得我聽說是最慘的一位嘉賓 真的很慘 即是一張很好的沙發 他吐了 然後他還有一個後續他忘記 這樣要喝多一點再說 Candy,你小心 即是歐綠,再瘦多一點,漂亮多一點 會否條路會有點不同呢 也不知道為何生成這樣 還會出來當歌手 也會有人這樣說 甚麼 你好,小巧 你好,Kandy 你好,第一次見你 對… 但我們在這個節目出現過 對 你是我們… 這個節目暫時我覺得 是最慘的一個受害者 我不會這樣形容 我自己選擇的朋友是 我覺得Kandy那次的分享 比我肯定一樣 你也喜歡喝酒 我也可以的… 今天我們在這裡 有詩詩和阿娟 跟我們一起喝酒和聊天 看看你有否爆溫給我們聽 真的 有很多 也有一點的 真的有一點 很期待 你好… 這瓶是否當Kandy在你家 喝到吐下來梳化的瓶 她可以喝到吐,應該不止喝到一瓶 是… 但我真的不知道為何 我今年自己真的喝多了白酒 不知道是天口慶還是怎樣 我相對地喝少了紅 我喝多了要冷藏的東西 好的 這瓶也是你喝的東西 對 我先喝它 是 小巧今天拿來的這瓶 是 是Burgundy北部的Sherbilly區 而這瓶也是Grancru級素 在Sherbilly的風格上 比較濃郁 而且比較清淡 喝到Chardonnay的味道 跟其他Burgundy區有一點不同 我們會喝到它的果香 很多白花、白桃、礦物 還有酸酸酸的香氣 你最喜歡怎樣?可以分享一下嗎 有很多種不同的狀態 我想知道所有 我會突然之間甚麼都小餐飽 也會有 然後那些… 又說這件事不好 又說那件事不好 即是神模式 神模式 誰…他上次做甚麼 八卦 不,但其實明明 朋友已經聽過50次 再說到80次 對 然後在那三小時 只說那件事 會哭嗎 當然也不少這種機會 我很記得很久之前 黃家儀,另一位朋友 會出碟、吃飯、喝酒 喝兩瓶 我真的很開心,你出碟 會有這種時刻,又會哭 或者說起某些心事就會… 碰撞 對,騙到那個位置便會 如果你這樣說 吐也會 平時的你對朋友 其實是甚麼都說 還是你很多事都藏起來 藏著喝酒才爆發 我覺得是藏起來 喝酒後,我想情緒會比較大 無論是開心或不開心 那件事都會放大 例如說 真的很開心,認識到你 每個人都認識我說 我看你認識你到家 對… 他將一些設計的對白 那你跟哪些人喝酒的機會最多 對,酒吧 林育邦… PK也有很多 PK會經常導我喝這瓶 喝那瓶 Candy是其中一個 例如以前歌唱比賽出道的人 許廷鏗叫他們 許廷鏗不是特別喜歡喝酒的人 例如他來我家吃飯時 也是喝可樂 這些人很沉悶 別再聘請他了 綠茶 你倒一杯白酒給他 他喝酒時還沒喝光 所以他不是一個… 要多喝一杯雪櫃 你們的友誼真很好 還會繼續找他一起喝酒 但因為我們很喜歡私密 大家一起輕鬆吃飯 聊天,交流近方 我覺得酒樓也有錢 你在我們這裡 我都說你是歷來 我們現在來到第三季 我覺得我聽過是最可憐的嘉賓 真的很可憐 即是一張好好的沙發 如果… 皮而已… 所以你不是看到 第二天你睡或坐下 那就糟糕了 其實他去我家的一程的士 已經吐了 不清醒了 喝完才去的 其實你喝酒 乘坐車時很容易吐 擰擰擰擰擰會來 然後他已經吐了一輪 我很幸運地不是跟他同車 這件事算是甚麼祝福 其實也不幸運 對 才會去你家 才有 才有 還可以的… 他吐了 然後他還有一個後續 他不記得的 要多喝一點再說 Candy…你小心 師傅,別看 先說吧 先爆開 乾杯… 我先頂一頂驚 還要頂一頂驚嗎 很大事,知道嗎 他吐了,對吧 除了他吐髒我的皮外 他也會吐髒自己 作為一個招待他的人 就要給他換衣服 因為他時直是冬天 他沒有穿內衣 因為很厚的衣服 你這樣說會太赤裸 你的意思是因為吐了 要換一些東西嗎 不,他應該說是沒有穿內衣 因為冬天的衣服很厚 好… 他會給他換衣服 有其他人在場,他想脫 我叫你別吐髒 我那一刻不知道他沒有穿內衣 但我給他一頂白色的衣服 他沒有穿內衣服 冬天也沒穿 要不穿內衣服 要不穿內衣服 然後我給他婚姻 因為在場有男、有女 雖然都是很熟悉的朋友 但也不好了 也不好了 自己藏起來了 對,自己藏起來了 對 你不知道吧,Candy Sue 告訴你,Candy Sue 突然知道,現在很難回答 你一個人回答 最後全場為一個馬佬 很難回答嗎… 我也有其他馬佬 但我覺得是… 你不是小姐這樣喝這麼快嗎 你竟然要我離開嗎 這裡是這樣的 開心 我應該吐到你的身上 不吐到皮上 捉住… 你準備好了嗎 我…不要在這裡 不要在這裡嗎 還有你準備好吃東西和喝酒嗎 可以… 因為待會我們會請你吃東西 對,還有其他酒喝東西 多放一點 再包… 乾杯 乾杯 剛才你帶了一瓶Chablis 我現在介紹給你 也是布爾格尼,很出色的Chardonnay 但這瓶屬於馬州區 是一間宣傳組 這間酒莊的特色之處 就是他已經做了很多年 18世紀至今 但他現在接手的莊主 即是莊主和酒莊 其實也獲得了 《酒莊之一》的獎 所以很多人都留意到 他做的酒非常出色 他這瓶也有進入12個月 你嗅上去,你也會嗅到 它有白花香、白桃香氣 對,喝下去也會喝到 水晶和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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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入口很輕 那種感覺基本上很輕 但它很香… 不如大家又試試 加一塊水晶的柚皮 柚子皮嗎 柚子皮嗎 沒錯,對 柚子皮很難做… 對 很難做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用日本柚子製作的 不是用我們平時的 但就是中國的柚子 這個醬汁撕出來 你整個嘴巴好像覺得 我正在吃柚子 然後再咬下去 你會有柚皮的香味 對… 有柚皮的香味 有柚皮的甘結味 對 這樣要喝 柚皮 其實果香又出現 而白酒的優雅、脂肪 又跟柚子味的柚皮很配合 行內歌手和小巧都是朋友 很多人跟你朋友,你跟很多人都很合 某程度上這樣說 我個人說話很直 如果我內心想說那句話 但我沒辦法跟你說出口 我可能已經選擇 不會再跟他相處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宅友 或跟朋友相處就是… 喜歡的就說喜歡 不喜歡的就不喜歡 遠離 不,我覺得是可以說到… 我喜不喜歡 其實跟朋友相處 我是喜歡有話直說的 變相他們喜歡我 又喜歡我這件事 但我覺得不喜歡我的人 亦不喜歡我這件事 儘量不要傷害別人 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甚麼 死錯人是不知道何時的 為何要記住我 我也是跟同一個人來的 但我想問,因為小巧 我知道她是歌唱比賽出身 然後她剛出身後 聽說她是推出工作的 如果大家在這個行業中 也會知道某程度上有些規則 例如你做了演藝 例如你拍了電視劇 或是你做了綜藝 大家就會覺得你是… 走到那邊 但我經常都覺得我想… 當時也有些前輩跟我說 如果你想當歌手 有時候那些東西 可能真的令你入屋曝光 但可能是先後次序的問題 如果我自己就覺得 我想當歌手 當我當歌手 我已經擁有自己的歌手身分 接受你的歌手身分而去做 對,我再去做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便可以了 所以當時很多時候 例如他們會找我做一些主持工作 我某程度上給自己一些規則 如果那是音樂訪問 那你便想當歌手 我便做了 我覺得那是… 推出了一句話是不好聽的 當然知道你越入屋 對… 你的知名度越好 其實你是這個行業 如果你作為一個演藝 不要理會,如果你撇開 別想像歌手 我覺得當然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但當時我也有自己的固執 就是我覺得 我真的想當歌手 我很清楚 於是… 對 正如我所說 當時公司會提供一條較易走的路 你堅持一條較易走的路 你覺得值得嗎 如果我選擇一條較易走的路 即是你的收入會好 你的知名度會好 但我不開心 這樣便可以 那我選擇 我選擇開心還是容易 我們知道你現在是開心 開心 開心… 那麼開心,不如喝另一瓶 吃另一瓶吧 我介紹另一瓶 你知道布格蒂除了 Chardonnay白酒很出色外 另外,Pinot Noir製造的紅酒 也很出色 其實布格蒂整個區 對整個區域 其實它本身的Groncru的級別 厲害 真的很少… 1.4% 1.4% 對 所以喝一瓶沒有一瓶 所以我們今天會試一瓶Groncru 這瓶Groncru是Coc Thon 其實它最特別的是Coc Thon Coc Thon主要是白酒 但唯一的Groncru紅酒就是Coc Thon 嗅起來馬上嗅到紫花、玫瑰花 乾的紅莓 野生的士多啤梨 有些烤烘 但這時候… 搭配甚麼 沒錯 我們就吃這個琵琶的燒鵝 對 你再喝紅莓的紅莓 因為它是鵝 你會有些特殊的味道 它一開始吃完鵝 有些遊戲的味道 然後再喝一瓶 如果它陳年久了 會帶出皮革味的紅莓 它會發揮得更多 這個真的可以喝一晚的酒 相比白酒對我來說 大家都知道你是唱家班 大家都知道你有學實力 但大家都有說過 如果小巧、勾鹿 再瘦多一點、漂亮一點 會否條路又會比較不同 其實你對於這個評論 我覺得不是第一個這樣說 你是有甚麼想法 作為一個歌手就有兩件事 一個是你的唱歌的能力 一個是你的外表 這就是我們覺得成功的要決 例如我當作演員 會否去問一個演員 其實大家都覺得你演技很好 你覺得你比較瘦 或者你比較英俊 對… 我又不覺得演員的界別會這樣 我會這樣淋雪 沒有人會這樣說真的 我說真的… 我說真的 我在想… 其實這個問題有它的價值觀 底蘊,對嗎 口頭,完全無疑 我覺得重點不是我… 因為我無法改變 我從我媽媽生出來的肚子… 即是我媽媽生出來的肚子 我從我媽媽的肚子生出來 其實已經是這樣的 肥胖一點、瘦一點 當然可以 肥胖一點 明白 但我只不過是覺得這個問題… 因為我真的不是第一次有人這樣問 即是… 其實我也是 我和你一樣 對,我覺得… 其實那個… 而我亦覺得很少在其他角色 會這樣問 但歌手中會特別多 同意…小巧,我很同意這件事 演員是走入的角色 對… 但現今世代,我覺得比較好 當有個歌手是… 是五音不全的 是 好 不能的,那些音全部去不了 你會否在一個訪問問他 其實唱不到 其實你也這麼漂亮 你有想過嗎 別唱,你精神一下 唱歌吧 我覺得這件事也不會這麼問 對 我純粹覺得 我當然同意一個站出來的人 無論是包裝也好 你的實力也好 你的導人處事也好 是要有的,我同意 你說如果我可以更漂亮 當然想更漂亮 我也想… 當然想更漂亮 但我只是覺得問題 出發點是我們不會這樣問 對,同意 一個… 可能唱得… 反過來… 反過來 但你不會問他 為何不唱得好一點 我們不會 所以我覺得現今的世代 在現今的觀眾 其實我覺得是精明了 他的選擇是精明了 因為他覺得我要選擇的東西 其實我要他的是甚麼 我很清晰,我覺得是好的 其實很有趣 我很記得我獲得新人獎那一年 的聘工 Y也在 Y就說 其實你們這輩人有好亦有不好 其實某程度上 你們對某一類人是比機會多 好像去強領來說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觀眾 多了這個概念 例如有人推出一些歌曲 或者有些社會 也會有人很毒舌 說很虛弱 也不知為何 生成這樣,還會出來當歌手 也會有人這樣說 但已經… 很高級的 以前是… 或是小巧,哪裡小巧 改錯名字 大巧、肥巧 但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歌迷會自己回覆一個人 多少歲 甚麼年代… 對… 但我覺得無論如何 我覺得樂迷有他的權利 去選擇,他想要聽的 你想聽我,就聽我 你覺得我的東西不適合你 你便轉向其他你認為好的東西 但我只是興奮一件事 就是我們會問一個人 你覺得我可以唱歌 你就會想我為何不漂亮 但我們不會問一個漂亮的人 為何你不可以唱歌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文化 當然我也會覺得我比較瘦 可能會有某種效果 或者我不知道 但會進行做 進行做 進行做 但我本身的底腕是這樣 如果你想我再加上 我可以做給你 但你裡面的東西是這樣的 對,我裡面也是這樣的 我內裡也喜歡吃燒烤 我很喜歡喝酒的人 你內裡是這樣的 你喜歡這樣 喜歡鄧小巧或我們 我也喜歡鄧小巧 都是喜歡你,謝謝小巧 謝謝… 還做吧… 喝醉了一個最不好意思的經歷 應該是在東京 我喝醉了,但我很需要去廁所 又上了一間酒吧 又遇到顏色的人 人家就開了香檳給我喝 但我去廁所後就離開了 就把人家開了一瓶很貴的香檳 真不好意思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影片,馬上通知你